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做既可以坚持自己的原则跟尊原则 也可以保护前面所说的 那是已经打开或还可以打开的可行性 既可以打击已经一成二百 蒋家的政权的正当性 同时也在当时仍然上下升降的天平上 在自由 人权和台湾民体性的争权 放着他个人的滑马 这种智商与商敌的重点 需要多么坚持热的道德勇气 以及多么清明的效果跟后果的计算 国民航那些人一定以法想像这样的好人 这是哪一弄 这是哪一弄留给我们的永远的遗产 我们活着的人现在所面对的情形 事实上并不比哪一弄所面对的容易 另一方面 我们有更多的民主和人权的成就 不要忘了 这是哪一弄当助我们过去的难度 有这些成就 需要我们去珍惜保护跟扩张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还是要面对国内跟国外的各种反动势力 我们的责任跟工作 并不比哪一弄清楚 时间没有限 我也没有能力提出全面解决的方案 我今天只想告诉大家 我希望明明的今天 可以送我们来弄一个小礼物 这近年 有很多人都有很深的挫折感 有些人难免对人权的争取 和民主的深化 多少次去提出 譬如去年十一月 陈云云来台湾又离开以后 在一个森圆野草莓的场合里 就有一位相亲对我埋怨说 这些学生打不还口 罵不还口 打不还手 不保佣 我们因此坐下来 展开了一场讨论 我大概是这样说的 我说 各位在11月6号那天 有没有看到学生在行政院定座时 被警察太重了 两个警察 不是一个学生 百来位学生 花贵来的警察多少东西 这些学生 只不过在前一天晚上 听了一场简短的 推暴力抗争的讲节而已 没有受过完整的训练 有些人没有完全把身体放完 有的人被抬到汽车门口 就暂时了自己走 我在美国的时候 参加过民权运动 反越战运动 跟反核运动的 被暴力产生 我知道 如果把身体放完 或一路到被放到 汽车上的座位之前 或拒绝合作 政府所必须动员的警力 将更做出很多 然后我们想象 根据算一下 根据警政署的统计 陈运林来台的那一天 总共动用了一千七千 一万七千多次的便利 如果那一天出来抗议的人 或采用野草莓的方式 警察必须调害多少倍的人力 如果静坐的是十万人 那么还有没有警察可以调 如果需要调警察之外 还要调几万的军人 来压制一场静坐 那国际媒体上 会怎么报答 那总几万人 十万人的 尊严的静坐 会把陈运林跟中国当局 下到什么程度 不只这样 中共的头人 这个圆江岛打错了 打成仇人 中共的头人 中国的统治集团 会不会开始想 即使用武力一口吞下了台湾 要解决 怎么解决消化的问题 这是一个深具 真难容精神的例子 要做到这样 需要有价值的坚持 思想的武装 效果的计算 以及由此而来的自我的记忆 我没有时间向大家 报告非暴力抗争 公民不服从运动 以及平民国防 史诚的历史 经验 技术 和理论 有兴趣的人 会上京校 所主持的 爱因斯坦研究所的网站 我也没有说 刚才讲的 就是唯一的方法 我只是想用他举例来说明 郑南容的精神跟方法学 并且像南容这位 不适用勇气 就可以形容的兄弟说 我已经在和几位 影片制作和商谈了 希望能够制作影片 一部有关非暴力抗争的历史 理论跟技术的教学影片 希望努力有成 明明扫目的时候 会用它来代替鲜花 向你致敬 请你安息 安容 我们各自会承担 起自己拥护的责任 谢谢局长跟主美 还有邱律师 还有谢谢大家 谢谢黄理师长的演讲 欢迎订阅